這個MySQL 其實 它因為是利用PHPMyAdmin 去幫它Run 所以你會發現這有時候Run很久 像剛剛同學有反應說 這個為什麼Run這麼久 這沒辦法 這個可能 裡面的它的整個可能沒有最佳話 所以怎麼辦呢 要不你就是直接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資料量多的時候它速度會慢一些 那你切回到那個Library裡面 你會發現 目前如果你要清空資料裡面的那個資料的話 它其實可以不需要說你把它刪掉 重新再見 其實旁邊有個清空有沒有 你把它清空之後 裡面就空的 那你再把它重傳過就好了 OK這樣會比較簡單 那重新傳過之後的話 它裡面的資料你可以瀏覽一下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這裡面下一些SQL語法 這個SQL語法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查什麼 你可以下關鍵字 那關鍵字的話 類似像 我們 有沒有 Slay所有 From 原來是Book 記得把它更改 它的名稱 那會有 因為成語的名稱我叫Name Like 比如說我要查龍的話 Orderby 原來是 那個排序是根據那個出版社 那我 根據ID好了 按照ID 那一樣一次給無比 那比如說我今天把這個語法 直接把它 你自己在上面打 比如說你如果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去下它的SQL語法 SQL語法 然後呢 它也會幫你 在 直接在MySQL裡面查 比如說這邊也有了 Select from 有沒有 這個 會有什麼 會有Name 或者是Expline Example 那我們有三種可以查詢 所以你假設是Name的話 你可以怎樣 直接在這邊 它好像可以直接自動幫你產生 Name 然後後面的話 用那個比較的方法 用Like Like我想自己要打 這個自己要打 那假如說你把這個語法打上去 按下執行 它也會幫你把 比如說關鍵字是龍的 幫你把它查出來 不過現在 是在那個我們的MySQL裡面查出來 那可是問題 我將來是需要怎麼樣 需要讓它在網頁裡面查出來 也就是說 將來會需要怎麼樣 直接這邊輸入一個龍 按下查詢 那按下查詢的時候 實際上是由PHP幫我去把這個SQL語法組出來 丟給MySQL MySQL接到之後有沒有 幫你查到資料了 再丟回去給那個PHP 那PHP再根據抓到的資料 是哪一欄 哪一欄 就放在它應該放的表格裡面 所以它們之間是一個分工的關係 資料通通都在MySQL裡面 那查詢的話 也是利用MySQL它的 它裡面有一個那個查詢的引擎 幫你查到丟回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我今天希望修改 本來是書籍查詢 改稱什麼 成語查詢 按下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一樣 可以按照成語裡面有解釋 有例句 然後按下 假設成語裡面有龍的 幫我查出來 其實還蠻快的 那裡面的話 大家可以詳細資料 總共有兩頁 你可以點進去第二頁 那龍的話大概就是什麼 生龍活虎 等等等等 OK好像都是不錯的 所以為什麼要生那個什麼龍子龍女 這個原因 大家好像都很喜歡龍 過龍之後呢 那就沒有人 就是人口又少很多了 所以聽說明年那個學生會少 大概再少2.7萬 所以可能應該會有一些學校 自動 那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全台灣有108所大學 可是實際上很多已經慢慢 照不到學生了 那這沒辦法的 所以怎麼辦 反而是應該要改變一下策略 其實很多人口老化問題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年長者 看來知道 把空間讓出來 然後再轉移到學校再學習 讓這些人可以有再學習的機會 不過其實很多問題 這當然不是我們可以考慮 不過其實你們做這些東西 平台的話 其實未來可以做很多應用 怎麼說呢 因為你只要收你手機 假如你要收集 比如說像 像一些使用者端的意見的話 其實都可以透過App去做一個互動 那會有互動的部分的話 一般就是你給他什麼就是查詢 那他要給你什麼大部分都新增 所以大部分 最重要就是查得到東西 然後他有意見 就insert into 到那個資料表裡面 比如說可能將來是不是 成語查詢 人家查一查之後發現 好像有查 成語查不到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可以開放一個使用者